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粹坚定的爱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段上演 《落望一书》第四章第七至十六节 可爱的诸位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出于天主 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 也认识天主 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 因为天主是爱 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 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 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 爱就在于此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 而是他爱了我们 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计 可爱的诸位 既然天主这样爱了我们 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 从来没有人沾仰过天主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 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 我们所以知道 我们所以知道我们存留在他内 他存留在我们内 就是由于他赐给了我们的圣神 至于我们 我们却曾沾仰过 并且作证 父打发了子 来做世界的救主 谁若明认耶稣是天主子 天主就存在他内 他也存在天主内 我们认识了 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所怀的爱 天主是爱 那存留在爱内的 就存留在天主内 天主也存留在他内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段圣言 爱就在于此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 而是他爱了我们 且打发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做赎罪计 天主义无反顾地爱我们 和我们爱他与否 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我们有很多人性的落点和局限 也常常被许多事情占据 而无法感受到天主的临在 他仍然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爱我们 甚至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 这份爱是这么的纯粹 这么的坚定 你是否觉得天主很疯狂呢 你觉得自己值得天主这样纯粹的爱吗 对天主来说 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他定睛看着你就喜欢 你看自己的视角和天主看你的视角一样吗 你时常选择性地看自己的哪些部分呢 天主看的是完整的你 有优点也有缺点 而非完美的你 你愿意试着用天主的眼光来看自己吗 天主这样的爱了我们 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是我们回报天主的爱最好的方式 当我们可以欣赏并接纳完整的自己时 我们才能够欣赏并接纳他人的完整性 要做到接纳并爱完整的自己和他人 需要一段历程 所以当我们还做不到的时候 不要自责 因为自责不是来自于天主 我们所以知道我们存留在他内 他存留在我们内 就是由于他赐给了我们的圣神 天主知道我们的不足和软弱 因此赐给了我们圣神 来引领我们 所以当走在爱的道路上 因自己的软弱而跌倒时 呼求圣神 他一定会扶住我们 请品尝圣言 品尝爱就在于此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 而是他爱了我们 也在生活中 火出圣言 每天清早起来时 先用心去感受天主对你的爱 再用他的爱来洞察自己的这一天 并用他的爱来生活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圣神 当我忘了爱自己或爱他人时 求你扶住我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们 也愿我们心中充满天主的大爱 学习爱己爱人 活出最好的自己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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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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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